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演示一下棋派虾的画法 首先呢,把笔尖站上淡墨 然后把笔尖调成扁平的压嘴状 然后我们可以一笔画出虾腔 然后第二笔画虾的腹部 第三笔就可以画虾的尾巴 尾巴下面的足 小钳子 虾腔两边的平行器 我们可以再画另一只虾 笔腹要稍微沾一点清水 把笔再调回成压嘴状 再画另一只下 画出虾足 画出虾足 虾的钳子我们可以把纸转一个方向 这样子当我们画的时候就可以比较顺手 再画出它的两侧的平行器 现在我们就可以画虾的两根大钳子 现在我们就可以画虾的两根大钳子 虾的三根花 虾的三根百花 然后我们可以画出虾的六根虾 虾的二根小钳子 下有六根虚子,其中两根是朝着前面的方向 然后两根朝着侧面 还有两根是从侧面长出来的 两根朝前的 然后呢最后我们就剩下点虾的眼睛和虾的胃部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蘸浓墨 好了,这两只虾就画完了 好 这样